美国开国国父之一 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称说 我们必须学习政治、战争 这样我的孩子可以有机会学习数学和哲学 此后他们的孩子可以有机会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和建筑 果然亚当斯的画两大人之后 1866年7月 几个纽约人在巴黎布鲁伦地的一家餐厅 庆祝独立日 席间年轻的律师约翰·杰伊提议在纽约建立家博物馆 甚至确定了馆子就选在中央公园 约翰·杰伊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任法官的孙子 法官也叫约翰·杰伊 曾是和亚当斯一同战斗的建国前辈 在宪法起草期间 约翰·杰伊还和詹姆士·麦迪逊 亚历山大·汉密尔队一起撰写了系列解释宪法的文章 后来编辑成册就是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 共85篇是研究美国宪法和政治的重要文献 与年轻约翰·杰伊一起的是一批当时向往欧洲先进文化、医学和艺术的美国人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在其所住的《美国人在巴黎》中 介绍了19世纪这批美国人的经历 1830年开始 一大批可求知识的美国人留学法国 当时巴黎的人口80万 而华盛顿的人口只有25000人 当时美国能拿出手的建筑 就是1829年刚落成的国会大厦 当留法的学生第一次见到鲁王大教堂 第一次在有公园的巴黎市区漫步 第一次步入卢夫宫 都不断被震撼 感叹道 在我的祖国 还没有什么能像这样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 来展现给世人 艺术的熏陶 是我们在这些古老国家能得到的最大益处 看过巴黎每晚都有的歌剧和芭蕾 他们评论说 天啊 我的国家太缺乏这样优美的作品了 我们在许多事情上还处在幼年期 而在舞蹈上 可以说还没有出声呢 其中当然也有上个视频讲到的 摩尔斯画卢夫宫画廊的故事 回到美国后 策划大都会博物馆的事宜 落在统一联盟俱乐部的肩上 这个团体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组织 支持当时林肯的国家统一 约翰杰伊恰巧也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于是他将博物馆的提议 交给了组织的艺术委员会 委员会由一些富商和艺术家组成 比如委员会中 有长期给提罗大亨 范德比尔和其他百万富翁 提供艺术品收藏建议的顾问 讨论了近三年后 委员会认为 所建的博物馆 应该是一个不受政府官员 耐用职权和单独个人控制的机构 定下基调后 委员会于1869年11月23日 广发应用帖 召集有职之士 共商大业 会议当天天降大雨 但仍有300多人前来 其中有艺术家 记者 编辑 律师 文化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 市府官员 热爱艺术的商人和银行家等等 筹备组主席是诗人 威廉·布莱恩特 他说 纽约需要一个地方展示艺术家们的作品 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可以提供支持 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博物馆 甚至有的国家 面积还不如麻省大也有艺术博物馆 而美国的艺术家却找不到墙壁来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作品 布莱恩特还说 1857年 他曾在西班牙看到大量的欧洲艺术作品 而且市场价格很低 但是一考虑即使购买回来 也没有地方存放 也就只能沉通割爱 他还说 横穿美国的铁路已经开通 纽约已经成了联系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集散地 除了货物 文化 人文的交流 也需要更多的机构和设施 另一位发言人是普林斯顿的一位教师 乔治·康佛特 他说 美国从来不是从洪荒野蛮中诞生的 自建国起 在财富上 知识上和创新上 就达到了世界的一般水平 康佛特曾参观过欧洲的博物馆 他建议到 一个值得纽约和美国骄傲的 伟大的博物馆 应该代表各个国家和时期的艺术 同时兼收纯艺术和实用艺术 他还提了很多具体的办管建议 包括管机间的借展 展位布置 装饰 讲座 学生教育项目等等 总之 他建议 博物馆应该是教育普通大众的场所 博物馆的社会和道德教化作用是基本 而美于功能其次 筹备会还确认了具体的事务 以加快博物馆的尽快建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